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哲學背信節目 然後很高興 我們葛蘭西終於打敗了聽了 本來以外還會再也想到說還可以經歷 還蠻開心 那這一場其實我跟張英哲醫師已經認識了五年 那張英哲醫師是我在2010年的時候認識 他是在經歷一個歐洲前輩 那之前他在美國待的非常少一段時間 然後大家看到他的經歷 我們很少這樣寫的啦 就哲學信息我第一次有人寫說 他是醫生常講很少講他是哲學家的 很少人很少講他是革命者 那當然他有他自己很特殊的經歷 會把做醫生然後去做去從事一些革命動物 他跟史密也非常熟 他們在70年代還有70年代 在歐洲做了一些連串聯 聯繫 那後來在2010年的時候 還有一次跟我講他真的很乾淨 他一直沒有機會來 今天終於有機會可以讓他好好的倉俗運 那其實他也很非常謹慎 他的謹慎在於呢 我們先談了兩次很少我們呢 談了兩次 談完以後呢他再生的確認 確認完以後這兩個月裡面呢 他怕他這個講話會講得 怕大家聽不懂 所以他一直在看那個名嘴的節目 看能不能讓大家可以理解他講的話 他同時你看到這一整本呢 這一整本他手上一整本 就是他做的筆記 想要說能夠給大家一些 一些 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他自己在講 那也是要 也怕說有些令人來說 台灣是比較屬於自由主義的 新自由主義 或自由主義的語言 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所以在令人上面的時候 如果大家等一下 如果聽不懂的話 可以去手發揮美國人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碰到 當時碰到那個張英哲 醫師的時候 我還去他家討論 那時候呢 還是個問題 然後擬定主題 他就把他家裡的那個 馬克思恩格斯 全集的文的全集 然後所有的什麼東西都 擺出來的東西 他家裡最多就是輸了 所以 所以大概如果要看到那種 我們認為那種傳統的 知識跟時間的 的樣子 我覺得張英哲醫師是很適合的 一個角色 那我們現在就 所以我熱烈的歡迎 張英哲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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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意思 一邊應該是 張英哲醫師 他説明 是正當的 neighbour小兒科醫生 跟我同事 外面還有一位醫生 醫學外面的事情 請教了他 以他科的時候 可以效勞 我們有什麼特殊? 我們接著直接 如果有什麼特殊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特別講 我現在跟你說 用我實際的醫院和統治這些醫院 我特別有 今天的題目就是 感謝陳教授 直接說 把我從窮鄉屁隆的 孤陸廣的地方撈起來 因為我知道 這幾年自從我到台灣以後 我知道世界的形勢 對於我派 特別是馬克思主義 可以說 把他當作一條石狗 石狗 不敢不敢 我一生 從他看著我的老師 一個馬克思 所以這幾年我看台灣有什麼氣氛 有什麼條件 讓我表現 這個藝人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現在到達成 那些什麼時候 電話來拿起來 我就說 好啊 因為我想說 我就過去我聽到 頭腦裡面 就有人在這裡吃東西 都說話 好 有什麼 我一整個月 我開始在燈麵 是不是 怎麼發現 哇 很困難 很困難 等一下 我都說 什麼困難 台灣不吃不困難 我現在看這個 晚上看我 九點 九點 我又回來了 我又回來了 又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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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什麼叫我啊 我現在有什麼叫我那個 講中 我現在有什麼叫 三四兩家的講中 現在 北京 到現在我唸的經驗 就好 不然我 我就給我一塊 紅菜公司 再我談 但是 它的題目就是 我們是 Cultural Hegemon 我形容這個 演技 講的來講 Cultural Hegemon 反正漢文的時候,應該是叫文化的霸權 所以一開始下來,我給他寫一些海報的時候 他就打聽了 第一句話,我把人所謂的文化霸權 我實在有講過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人,那種人在漢作霸權 一年三百萬億,所以要看我本來寫了 第二句話,就是新高雄,寫了一句話 但是我說為什麼,我就來寫這個海酒 我就來寫這個 第二句話,我寫了 幾個月前,我和一些少年學生在對話說話 在這個地步的時候,他本來說介紹葛蘭西的 不好意思,我爸爸在這裡有葛蘭西的老外賣葛蘭西 所以,我都說,如果在這個地方 對理念和我,我都說這個話 我如果說,當葛蘭西和他翻作火熱衛生 沒關係,我覺得都會五年 急淵小 他說,要把它沾沾搖後灰溺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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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溺 所以,在台灣的河咯 piping 若是中華孕�웃,外國民主 內吹乾 bro data power, quando他們完全變得睡 很好的 所以我好像在這裡說 我們是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方法 所以我想我這個鐵蛤 對台灣有什麼意義呢 我越想越想越想越好 我好像想很過 我怎麼會這樣 我跟這個鐵蛤也去看 所以我本來是殺這個鐵蛤 從義大利哲學家格蘭西的實踐哲學 以當今台南儒民的哲學實踐 那一看哪裡好看 一個主標題、副標題就翻過來 所以這個鐵蛤是這樣形成的 我現在開始說一個話 鐵蛤就是 鐵蛤哲學 而且在我們這一派 我介紹我們這一派 叫做馬克思主義 這一派 不是一種有名的東西 絕對有東西 那我借用黑格爾維新主義者去發 所以 金蛤的鐵蛤 都是俗秀去將額摩擎的時代 任何的哲學 都是用思想掌握特定歷史時代的東西 好,我現在還是說 好,我現在還是說 相傳的因為 我就覺得我能夠準備 能夠準備 很表達的事情 很表達的事情 跟我說 在俗秀改裡面 在世界的運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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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怎麼看得到 所以我心裡的事 就是我姊妹才去 他把我打電 他說 有很多人 有這些 我說 我說 我姊妹八點才去找 姊妹快樂 才去拱貫找這間 那個 圓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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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牌才能 我說 他說 大家今天去做參考 在那兩天的後面 有我的博客的主席 告訴我 在這製造的 農工 在這製造馬上上網的時候 就看到 我們今天 在我的博客的 這製造的就是 在這製造的 這製造的 我的 照顧大家 配來這製造的 後面 我從這製造的 這製造的 要放在這製造的 馬克思恩格斯 前期的 德文版 英文版 漢文版 是這個方式 好 我現在說話 我稍微 稍微 就可以了 這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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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台灣 製造的 日本的四年前 一百九年 他生在 以臺里的 沙丁尼亞 的修造的 以臺里的 塞田 的地方 一個星島 他的祖先是 來自 阿爾巴尼亞 他的家庭在 他小孩 他家到中路 現場平衡 他三歲時 聽到公共的 一個牆 在這製造的 他家庭在 身體長 身體長 身高不到 150公斤 身體長 身體長 150公斤 曾經在伊台瑜報告的一個小小市叫做徒鈴 伊生、歷史文、哲學、文學、技衛學 這間大學在工業的修訂 工人運動、工人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重鎮 柯瀉的大學、社會裡面 充滿著維新主義的人民氣息 我這裡第一位住在這個名字叫做維新主義 希望大家先別了解一下 我不不用當這個所台做改遂 因為我跟我說 維新主義跟維武主義 不可以聽說是因為一文住在學問的世界上 我不知道 但是住在這裡 它有說讓很多人很難了解 這是什麼東西 從維武主義改遂到一文台領 這就是像台灣一種的一個 在外文的世界裡面 你如果把演技術變成 在那裡的時候 它裡面都說 那就是在做一種物業 維新主義是很高修的 很精神的 都在社會做什麼 美好的東西 美好的東西 維武主義都是 這類的東西 這類的東西 這類的東西不是今天在這裡 我沒有什麼感動 我怎麼說 在Angus的時代就有這類的情人 那裡說維武主義 愛家的青人 他生在裡面都說的就是愛人 他叫那三年 他來是近一日 意大利小的黨 只要他就在這個 一個部座裡面 開始寫 他外面寫這個工的 他喝酒 他喝酒 喝酒 他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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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狀王Olito 江聡 recom 青人 一九一年 一九一年 這就是中國 共產黨 Kristen 一九一年 共產黨一年 香港 one 共產黨對pack 共產黨的一年 containing共產黨 entonces 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帮助商务,都一当很简单看到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1922年 意大利的法治师莫索利尼,他叫做进军罗马 就是从罗马开始建立放弃或是什么的,加上建网 他就开始来压制所有的反对行动 法兰西当时是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共产党 反抗法西斯的人,他叫他数年,他代表意大利党 做一个进一个意大利的国家 他叫他数年,一会莫索利尼算布法西斯为意大利唯一合法的 宣布法西斯为意大利唯一合法的政法,已经走向要独裁的道路 他叫他数年,莫索利尼向暗闪无事 他用这个机会,来改善所有的反对行动 他叫他数年,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看 他叫他数年,他莫索利尼不顾利到 国会议员后面前,下令逮捕 国会议员后面前,大家想去乎乡胜戒的时候 不可以去安套带莫索利尼 所以,一百年前有这种法西斯 一百年感到台湾业生这种 无法西斯的名字,这种法西斯的名字是一套 玄貴、激昂和新婦 已經一半年了,差不多兩天一後 就我們是讓 國家來看二十年度的 檢查我跟我說 我要讓這個頭腦二十年度 我肚子時刻 說到這裡的時候 我不學生的 我們這邊看二十年 我們這邊的觀念 平常的關係 好,我再回到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 我通常會講歷史的那個年代 我剛一開始就講 一個思想的所有的呈現 它不是因為它是一種有名的東西 而是一個歷史的背景 它有歷史的 什麼時候產生的 是為什麼 反應什麼社會的狀況 而出來的東西 我才 我們這一派 才認為它是有意義的 如果要講這種有名的東西 黑格爾和惠 被批評康德說 他要把他的道德建立 用到所有的歷史時代 所有的社會 他越想要做 要把他的道德用得越完整 他就越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我一直講到這個歷史時代 在歷史跟台灣 當時候的台灣的 農民運動也是那個時代 為什麼世界上 在台灣有這樣子的農民 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 在歐洲有這樣子的 類似這樣的運動 1914年到1918年 歐洲陷入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注意我的重點放在世界 為什麼 在資本主義開始 在佛羅寧十四世紀 開始成立 開始建立了 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以後 人類才第一次 叫做一個叫做世界大戰 以前人類幾千年 也有部落的戰爭 也有國為國執入的戰爭 為什麼 1914年 加上了一個世界 現世界級大戰 然後在1930年代 四年代 又有一次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政黨跟資本主義 是有聯繫的 1917年 俄國成就了社會主義的 十一月革命 這個在台灣大概 不太有人注意 就是列寧所名導的 布爾塞維克 1917年的社會主義 俄國的十一月革命 在資本主義 與新自由主義戰 支配地位的時代裡 被認為是二十世紀的根本之惡 然而如果沒有十一月革命的話 人類歷史上要克服三大歧視是不可能想像的 哪三大呢 第一 對女性與社會弱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限制 第二 第二 殖民主義的 殖民主義的 殖民主義 種族主義的時事 如果沒有十一月革命的話 這三大歧視的克服是 哪裏想像的 1917年的十月革命 推翻了 沙坊 十月革命誤了全世界的反戰力 什麼反戰呢 就是本對世界大戰 那時候還沒有結束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7年俄國革命 其實俄國革命之前就是 對於當時的布爾塞維克 或者是列寧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黨 是一個反戰的態度 所以為什麼有重要呢 這也是很重要的 馬克思主義碰到第一次危機 就是1914年 當時候的第二國際 社會民主黨就是今天的 德國比方說德國和SPA 社會民主黨的前生 本來那時候都是跟列寧他們一樣的 就是功能一模的政黨 或者是類似共產黨的前生 他們應該來反對 帝國主義的對於 殖民地的略國的戰爭 可是那時候第二國際裡面的 社會民主黨竟然投票 贊成各該國家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這是馬克思主義碰到第一次的危機 職業革命鼓舞了世界全世界的 反戰運動、社會主義運動 與反殖民主義的運動 1918年德國巴伐利亞成立的 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 不是只有俄國 但是生命非常的短暫 1919年德國巴伐利亞和匈牙利也各自建立一個像蘇 蘇聯的一樣蘇維亞共和國 這些共和國 寿命雖短 但是實實在在存在國 死後在西方1919年18 1917年的十月革命 1918之後 1919年曾經成立過 剛剛講的幾個共和國 有壽命的非常的短暫 從此之後 在西方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像俄國社會革命 一樣的社會體育革命 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 再跟台灣還共和國共和國關係 指導阿 但结束之前 暂没有出现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讲到打听吧 请大家想想 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我们台湾的人 头脑里面只想到已经崩溃的苏联 已经想到现在被认为邪恶的底涵 如果想到我压迫我们的 想要侵略我们的组织 那你就会想 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什么价值呢 为什么那么丑陋呢 那为什么 20世纪的丑年 社会主义革命是 这样鼓舞的全世界被压迫 被迫却 对他们是一种光源 是一种理想 一种罪情 这个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本来其实被禁在身体心里都没有人性尊灵的恶劣条件之下 请大家想一想1.3平的阿北的建议 他本来性健康日渐恶化 他被隔离与外界接触 他被隔离与外界接触 只有很少的亲人或准看到他 只有他过去的一位教授和一位朋友 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书籍 1929年起 1929年起 他或准在监狱里面可以写奏 他在监狱里面最关心的 仍然是反法西斯的斗争 被压迫者以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注意我刚刚有提到 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运动 获得那么多人的向往 注意 什么叫做熊门神 就是以人为北 以欧洲的历史来说 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教的人道 它是从宗教解放出来的 那欧洲几千年的传统 总有不断地有人在想追求一个理想的世界 不像陶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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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 每一个时代,很多时代 都有很多这种理想国这样的运动 革命就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革命就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就是要改变那种使人受屈辱的社会关系 就是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奋纵 就是要建立符合人性尊严的社会主义社会 什么叫做社会的进步 这是一个概念 给予以经济的成长为指标的社会进步 我们所说的社会进步 英文叫社会进步 请大家尽量可以在这个社会进步里面 给予它实质的内容 比方说男女的平等 反核、反污染、保护环境 男女平等、同性恋的合法性等等 永远有我们可以追求社会进步的内容 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以外 是不是还有不同的自由民主 很多人会想 自由民主就想不到 美国、日本、西方的这些民主制度 在我们的整排里面 我们会给予明确的加上 它叫做资产阶级的自由 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或许有人会说 难道还有另外的自由民主吗 我想到这边 先闻到这边 有关这个概念 1929年到1935年 布兰西在法西斯严密监控的监狱里面 可以用语言密码 以及奴隶般的语言 用日记、笔记、注解或判断的形式 就是写出了 差不多可以达成NFO的 达成好4000页的作品 他过世了以后 这些才被意大利共产党 把它出版陆续以后 得无人缘由其他语言密码 翻译 这也是今天除了意大利文以外 我们还可以了解 古兰西的思想的软道 他在医中所写的有很多 文学、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理论等等 但是他一直惯心的 还是真的是 功能阶级、文化阶级的进方式 也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一点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讲 古兰西有意义的地方就是 古兰西是一位 第一位研究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俄国实业革命之后 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里面 失败的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训练太长了吗 太长了 马克思就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他人缘缘 一缘一年 佛国 十岁建平以后 是怎样比较发达的 十岁建平以后 都没有成功 以后我刚才说的 德国两个地方 匈牙里的地方 以后这支网 洗了一块 都没有成功 这到底是怎样 他要研究一下 他去让他抓去 他去让他抓去 他去 就在那边 他就已经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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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开始塑造成功 所以他就已经有结果 所以他就已经有结果 他就已经有结果 他就已经对这个问题 就在做了 他就终于结果 结果 他就会结果 然后结果 torca 慎恨不慎 我想到 他一些人都 如果不是流浪 就有些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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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人去做放逐 如果有些人去做放逐 那些人去做放逐 那些人去做 也站在那裡 也站在那裡 也是反對Messie的 王廖 我怎麼去做放逐 但是他在那裡 我怎麼去做放逐 在主義的地方 我今天 我這裡有辦法 說這些東西 我如果沒有去做放逐 那些人去做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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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 為什麼被放逐 那我這個時代 當人們問我個人的時候 我搞這段農業的準備 我會說我個人是怎麼做 那時候也有 有人問我 你是怎麼去留學 要怎麼放逐 要怎麼放逐 我搞這段農業 你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是怎麼 我個人是怎麼 我的心,我最近自己很討厭 我的心,是三種條件 讓一大堆人一大堆人一大堆人 臺灣的大堆人 去年發育後,沒得回來,沒得回來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不是我個人心理的因素 或是個人的出狙 讓我去任何人夢 還是叫你換人 你是一個世代,在一個民宿 在一定條件 有大堆人做共同的台詞 還是叫你換人做 所以為那去思考 是怎樣,經過 就比較不用說 是說我個人 有什麼技巧,有什麼偉大 有什麼建復的人的地方 所以放逐這個史的結構是 這個結構主義的教授 都很經常想到 結構了 我實在打歷史的因素 它不是一個ID個別的事件 它是因為臺灣很早期有黑名單 很多人 還有一些高中生都知道黑名單 所以當時被放逐的 被流亡,它都不是自願的 但是後來我們可以寫成一個 很有吃力般的那種東西 但是它,它是一個被剝的 我會這樣 你繼續 我 你繼續開始 他久三十年 Grams要在家裡 他的健康越來越壞 他已經會產生一種 幻覺 Hallocination 那種的健康 總之下,我們不知道 那個時候有什麼樣的狀況 在撿台 一個很快的 我們現在台灣知道 用那個 是四十千元 照顧 讓你跟他含一個環節 在一、三百元裡面 幾年以後 你會比起來親近 我們這第二種 Grams在那裡 他叫二十年 教官 六年以後 就參選 身體健康拜 我參選 Hallocination 冠軍 他拒絕申請特色 他認為那是政治道德的投降 是一種自殺 1932年 法西斯政權 因為進軍羅馬十周年 而頒布全國減刑 Grams獲得減刑為十二年四個月 之前被判二十年 現在減刑為十二年四個月 接著1933年 莫索尼贏在國際的壓力下 那時候有很多人 要求Grams 要求Mostrini 釋放Grams 包括當時後 柏曼羅蘭 柏曼羅蘭作家 還有各國反正國際的壓力 也可以想像現在的 國際多少壓力 要求中國釋放 這些異議人士 台灣也是一樣 有多少國際人士要求 應該公正對待在這邊 世界的人類這種對抗 這種壓迫 幾千年到現在 還沒有完成任意 我經常講 為什麼 什麼樣的理想 使這些被壓迫的人 在追求 一個每個時代 有不同時代 有不同時代 Grams獲得減刑為十二年四個月 也接著1933年 莫索比尼 把他 放到另外一個被監控的醫院裡面 1934年 Grams獲得有條件的釋放 但仍然被拘禁 1935年 他才被轉換過馬 1937年 4月21號 他的刑期已經見滿了 而獲得自由 而獲得自由 可是他的健康已經非常惡化 而仍然不必須住在醫院裡面 今天百一號 戲鬼之七天 以鬧車尾 以四常識 免臨戲的機會 以隔天 估計的葬禮上 參加的人 只有他的哥哥 和他的兄弟 1943年 門軍解放意大利後 才把 格蘭西的墳墓 移往 羅馬的教會墓園 這是四十千歲 格蘭西的一生 我今天一來這裡 不是要給他看到一個性能 不是要給他看到一個心懷 我今天會來 可以用我 小小的內容 來解剖 一種的 一種的人 當時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是一個運動者 是一個官生 要為了 勞動者 比佛者 改善的人 他的頭腦 是一種的 條件 他先來講 為一種 人類解放或者是被壓或者解放的事業 他有什麼樣貢獻 我們沒有要把它神話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講的話 也不能夠像學獸一樣的 把他一次一次的全部都翻譯出來說 這個是在 四千月裡面的 壁中雜記的地址 也能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把它稍微講 大家還可以了解的 或者跟台灣有關係的東西 讓大家互相想像一下 我剛剛想一下 法西斯壓迫人的手段 用什麼樣的 不見得是每一個都像其他人 像莫少年齡這樣子 像台灣這樣的法西斯 沒有法西斯之理 而有法西斯之事 我們面對面對的 還有這麼多壓迫的事實 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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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同學應該可能會聽不懂 就是 可能是語言的關係 或是說 對不起 但是一種台語 比較有味道 對不對 他講台語的時候 那種 講那個 很有味道 所以大家都試著聽 因為每一個人 有用他母語講話的權力 所以大家就試著去聽 那這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 等一下 因為 因為現在這裡 這裡 還要講到 這有八號提防 所以我們先等一下 我們可以 直接繼續 就是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談所 的哲學實踐跟 實踐的哲學 那這裡還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要處理 實踐的問題 那實踐的問題 跟 就是 哲學是思想 那他思想怎麼跟 實踐結合在一起 所以 這 他們現在可以 幫我們解決一下 好 我盡量 我想 我今天也有一些 所謂北京話 普通話 也講了 照顧幾位 比較年輕的 我們也刻意要講 一定要用什麼樣的 如果 北京話 不是 是一種 壓迫性的語言的話 我們 多選一些語言 對我們的心智 都是 都是 幫助 好 來 等一下 那 既然提到 這個 費爾巴媽的提案 好 我昨天晚上準備了這些 在我電腦中印出來的 我現在只copy 連印的30分 各位的同媒 所上沒有的話 如果裡面有 iPad 或者是 可以 也可以上我的 部落格 在於 我的部落格 首頁 異頁 的 部落格 在那裡 在那裡 那裡 那裡 那裡的 後邊 我的部落格 如果 你打 ing 反正 等一下 那個他會打在上面 我們怎樣打在上面的時候 大家可以直接 參考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下 接下來 接下來 你剛才的 問題是 這是這樣 我都說 做醫生的人 都做 只有 在世界裡面 都在那裡 在那裡 那時候 在那裡 他 在那裡 我 在那裡 在那裡 我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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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因為 我不是說 所有的人 都是 在那裡 在那裡 都在那裡 做 做 鐵工 的社會 公民 因為 很多人 都在那裡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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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就是这种句话 所以我如果自命为 他说很少人自命为这些讲 我还没有讲到 安安西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这样说 我认为到安安西这样说的话 在座的话跟我一样 大家都是这些讲 因为你只要能够一点点抽象思考的能力 能够把你周围的东西 用思想的东西把他概括的能力 综合的能力 信仰的能力 你就是哲学家 但是职业哲学家他有更高 更多的工作 更复杂的工作 只是这种差别 好 你刚才说这个哲学的实践 其实有些话 我跟你说一说 我们是在家庭里面 用牟利班的员的 杀他在这里 杀他在这里 他就要经过莫索的里面 瓦西斯的书报检查 像台湾的家庭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疑念里面 唱一些这些 别人后来的 要认识这些 要去了解 譬如说 他说到地点的时候 不跟什么 雷尼 他跟什么 EAGE 他说到 雷尼当时 大家有这些 叫做Kowski的人 他也不跟什么Kowski 他跟什么 没失败 他听着这些 叫做 语言密码 或者 语言密码 或者 那是 这种的 狐狸版的 所以他的 实践哲学呢 就是Phylosophy of Practice 那也就是 马克思主义 或者 马克思主义的 词学 那我的部落格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 我的研究专场里面 也有一个 叫做 实践的 词学 我也是在某种 开放的监狱里面 用奴隶版的语言说 我的研究领域 就是实践哲学 他就是 马克思主义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他的语言 天下 如果是宫廷的 提电的名义 抽象的名义 或者像大家 我跟大家一起读读 第八条 第八条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不一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 都能够在人的实践中 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 今天这个 我不能够做很多段很多的时间 来解释 比较进步的东西 我告诉各位 这个菲洛巴哈提钢是马克思 他18年出生 他就看到 我这个上面有写 145年有没有 这样算成了一几岁 27岁 27岁 已经开始了 它可以 допダプ좌 这样承担 他用石頭插一匹 是提钢 Ez ота 橙银上什么亿 而现时 所以张富汙 赶索 没有人很多 恩格他的一筆文章 恩格是一百多半年代表的叫做 菲尔巴哈以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作為副本 把它出版 他佔立這個作品是隱含著已經有了 後來發展出的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或者歷史唯物主義的 偏財的名牙二十七歲 甚至另外一份他含他的朋友 恩格是共同學的 叫做得意識形態 我剛才給大家介紹 我來不介紹 原來是一筆 四五年四六年 從到底那一筆 恩格是兼於二十幾歲 像今天我們今天這幾 最近這幾年你來看我們的笑容 我們是二十幾歲共同年代表 今天你的二十幾歲 這麼聰明這麼窩困 我們想像二十幾歲 法典出辯證歷史唯物主義 在二十幾歲 就已經入了這個天才的名牙 我們不是在想往或者在崇拜天才 但是我只是稍微給大家一個歷史的概念 這個歷史這個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他1844年寫到黑格爾法學者批判的時候 算一算 二十六歲 這個已經被 也是法律主義 對於黑格爾的維新主義法律學批判經典 1844年 然後到了1859年 他算一算 41歲的時候 寫出我們今天這個兩頁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系列 我本來要在這個地方寫一個 這個叫做 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在這三頁裡面有幾段 不用寫出 做記號的這三段 就是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好 你說和我說實踐這些 就是現在說 葛蘭斯中實踐的哲學一方面看作詞 一方面用來代表是馬克思主義的 第二方面就是 他如果在想他的理論的時候 就說 他是可以看到一個具體 為了什麼具體的社會目標 而去想出這些思想 或者一些意識形態 或者這是哲學 他要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結合起來 這樣的哲學叫做實踐的哲學 馬克思說 哲學必須從德意志那種 維新主義高高 在天空上的地方 把它降到地底上來 什麼意思 哲學要來關心 現實是社會的關係 具體的人生之中 這樣哲學才能夠變成真正的哲學 馬克思又說 哲學要把無產階級當作它的物質器 哲學才能夠 Auf Haver Auf Heven 德文 Auf Heven Aabuat 這個是在黑格仁的哲學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台灣通常就翻作洋氣 用汉文说不定可以说简单的说 就着去成切 但是这个太简单了 好 哲学必须用无产阶级 以无产阶级当作他的物质力量 无产阶级必须把哲学当作他的精神力量 无产阶级才能得到解放 这两个就是辩证关系 我最近就提到什么叫辩证问题 很多我们没办法多深入的 我先提到点到为止 好 那我就把这个题目说 如果要跟台湾有什么结合的话 我就用一个很大的帽子来说 台湾人现在所面临到的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台湾人民面临到历史这个历史阶段 或者社会历史发展这个阶段 台湾人民有什么历史社会认为 所以台湾人民的哲学实践 也就是说 台湾人民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些问题 如果把它做哲学的抽考或者理论的 来概括来综合的话来分析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把这种综合出来的理论的理想的 任务的实践 所以我这样子就简单的说 这叫做当今台湾人民的哲学实践 我希望在今天跟大家来共同讨论 来思考什么是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在当今的社会历史 发展到什么阶段 面临什么问题 要追求什么秘密 OK 好 好 好 那是以上 好 如果是要下去的时候 就是说今天是江湾人民 我就说江湾人民在那四千里 那几个到以前 他去监狱前跟在监狱里面洗这些东西 他最关心的为什么能够成为 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重大贡献 他是实力的 真相 那请 先给大家讲一个 那我们就第二个阶段在谈说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舞者会认为 Grancy是非常一个重要的理论家 再来 那 因为刚刚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刚刚 他说 还有有些人看可能已经不找到 就是说 因为 因为 塞浦在开心 有真的要亲 那 然后 第一个问题 他其实有 跟我们 请我们去想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认为所谓的 共产世界的国家其实还好 有从来 奥地 马西斯 压制 自由 看中国的维权律师 这个讲 看俄国的情况 俄国去侵略其他国家 或者是看到北韩家挑起战争 所以 又反过去问 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 被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乎乎所有人 这个让他比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更开阔一下 因为他刚刚讲到说 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个概念 派经被定义了 无形众已经被定义了 我们接受自由民主概念 这个概念 背后有个意识形态 这个背后的意识形态指的是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 我们到底有没有 另外一个对自由民主的想像 或者说 社会主义已经有一个 对自由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想像 那一派的那种想像 那第三个呢 问题就是说 刚刚最后讲的 就是说 当我们在谈论 其他世界国家的不同的 哲学的时候 它必须 不会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兴趣 它还要回到它自己的土地 我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些理论 这些理论 可以帮助我做什么样的实践 或者是它可以帮助我分析 什么样的现阶段的条件 以及它在历史的关系 是什么 然后最后还提出一个 因然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它基本上 还不见的是一个决定论 因为你实践 如果已经被决定了 一开始已经被决定了 其实那个实践没有意义 就是你的实践是可以改变什么东西 那个改变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才去排这个世界的问题 不然我们就会 扑入到一个历史的认识 那这三个问题 大家可以继续想 那 在想之前 就是说 呃 呃 刚刚他讲的东西 应该还有一些 同志如果有些其他的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提出来 可以吗 可以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问题 来 麦克风 可以吗 我先好 先请教一下那个 大师 对 先请教一下那个 张益薛 那个 那个 刚刚张医师在讲到 刚刚那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其实 第一个问题是挺留在 那个社会主义 现在生下的社会主义 就是一个国家 呈现的状况是 不被 好像不被一般大众 就被一般大众认为是 负面的形象 那为什么会 会变成这样 当初他们是在 为这些被压迫 被剥削者 发出成名 然后现在 为什么会 大部分的人 设为 一种负面的 形象 那 这个问题 已经留在这里 我比较 好奇的是说 所以张医师从刚才 一直在谈的是 不管是社会主义 資本主义 各种主义 大概是 跑不了这一两百年的 一两百年之间的时间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各种主义的形成 这个概念思想 然后付诸于它这个名词 然后形成一个主义 发展出来 然后到后面 然后再修正 然后再变形 从 从 从替这个 被压迫者 发生 然后自己成为一个压迫者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在 在这两百 这两百年的历史之前 人类史上 就一直不断地进行这样的事情 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标签 或者这样子的主义 这样子的 意识形态 但是它就一直存在 那 这一两百年之后 未来的人类 它也继续发展 但是 它们会不会带着这样的主义 继续在思考 好 继续我的 谢谢 好 好 第二个 来 不少问问 其实跟前面一位 一定的问题有点像 就是 因为我是历史的学生 所以老师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关于 苏联 十月革命的一些 一些定位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可以看到说 就是说 当理念跟实践 发生了落差的时候 然后怎么办 因为就像前面这一位 提到的就是 我们从 现在从印象上 从各种的历史事实上 我们可以 会形成我们对于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 或是共产主义国家 的一些 偏见 那 就是说 偏见 就是 社会主义国家 对 社会主义国家 或共产主义国家的偏见 但是 这边 我说要好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熟悉的 周秋二日 然后 最低公司 然后鼓励大家工人 就是假日去休闲 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苏联先开始的 那 反而这个东西 带给了希望 共产党主义国家很多的压力 他们才会开赏 也是想要就是 助益劳工的权利 因为 希望国家 可能就是1920年代 和我30代出的 那个大小伙伴 那种事情 也都会让他们很担心说 啊 底层的功能 过得怎么不好 共产党主义 会不会很容易知道 这边报道 其实苏联在地史上 是有这样子的作用在 然后 我这个问题 就已经跟前面这位 合并好了 就是说 我们会对于 社会主义国家 从他们的这个实际的治理上 呃 跟他们 当初革命提出的这个 影响都有过程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老师前面有提到 十月革命 对于 呃 女性殖民种族 这三点的 这个部分的打破 有很大的意义 但是 我自己会想到 就是说 当然从文献上 我们也看到 初恋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讲求的是 各个民族的 就是平等 兄弟之间的这个 跟各个自治区 各个民族 是相当不平等的 但是一样 是从历史上的上看 就是 呃 苏联七十年左右的 治理中 是一个以俄伯斯 为中心的 然后 虽然史巴勒 应该是乔治洋人 但是他的世界的治理 不管是语言上 呃 要求 大家都使用俄伯斯 对于各个不同的民族 都使用俄伯斯 等等 或者是说 呃 可以担任重要职务的人 一般在各个自治区 都是俄伯斯 这样子的事情 那要怎么样 一样也是 其实也是实践 跟体力想的落差 我想请问 就是老师 对于这个落差 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 好 我们那个 尊业的用 实践在国际主义 怎么变成民族主义 又回到民族主义 有个问题 来第三个 第三位 在那边 好 解释世界 跟改变世界 就是说 我觉得实践的哲学 应该是改变世界 但是他讲的世界 就有点融统 我觉得应该是 体制 制度 还是重点 因为现在 我觉得什么社会主义 他那边的制度 是叫集权专制 那 台湾 就等于很多 资本国主义 国家 等于说那个制度 是叫 封建民代 跟民主共和制度 还差很远很远 那现在就是说 会有冲突 就是集权专制 跟封建民代制度的冲突 根本跟共和民主 还没有落实 那像台湾 二十多年来 什么民主改革 我问我好朋友 没有一个认为说 他有当家做主的感觉 那我想请问你们 各位 你们出到这边 你们有 我怎么样去当家啊 怎么样做主吗 如果说只有这个 直选我们就当家了 那希特勒也直选了 海塞也直选了 所以说 我们今天改革体制 是最难的 因为体制就是要打击 目前垄断政治 垄断商业 垄断的一切 他们连讲话机会都不让你讲 你去任何媒体都会讨论这个 那我希望 应该老百姓要讨论这个 我们的体制 到底是不是 我们今天台湾搞这一套 到底是不是 民主政治 希腊是不是民主政治 苗栗是不是民主政治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 如果不能改变 我们是不是 继续政党文理下去 我们有办法救我们 好 谢谢 好 今天可能这个部分 你总要去解释一下 刚刚你提到的 世界这个自责行程 你在讲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提到 那个时候才会变成世界 那你其实你有隐含 一个想法是 背后其实有一个 资本主义 像类似这样的全修化 所造成的 形成才有办法 形成这个世界 或者工业化才有办法 形成那个世界 他现在讲的这个世界 是另外一个体制的概念 改变体制 更具体的 要去谈那个 当前所遇到的一个 制度性的问题 所以会不会 我们就只是在这里 用恶行循环下去 我们表面上觉得 是光明的改变 有进步的实际上 我们还是 又堕入到 还是回到 前面两位的 我们都会有一种 多少会有点悲观 悲观 那个什么 那个进步到底存不存在 然后 然后 我们可能就 可以回答这个 第四个位 我想要询问的是 今天罗素 他曾经在他一篇文章 就是我为什么反对 共产主义中 提出他的想法 是觉得说 像共产主义 这样一个以恨为核心的思想 是没有办法达成他本意上想要去成就的那种和善的社会 然后我想要询问讲者就是针对罗素对共产主义的直立有什么想法 谢谢 今天会经过 你说话要个人多百万块钱 文章没打 文章也没打 问题很大 很多 不是我个人 有能力 有时间 有时间 可以解答的 一个问题 今天的社会主义中那里头 邪恶 不理想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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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的一個雜誌 那時候很多人失望 會以共產主義失望 然後甚至退出共產黨 或者共產黨的活動 有一些雜誌像英國很有名的 叫《The Marxism and Digest》 也挺看的 為什麼下去 好 這個是德文的雜誌 就是季刊 現在發行到現在 從1989年 蘇聯崩潰就出現 到現在已經26年 這個在發展馬克思的政府 什麼叫做政府 就是辯政與歷史所有主義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知道說 現在馬克思主義在歐洲 這不是只有德國 它會有各種人的 改革難以後 我搞了各種一些發展 我們 我有念到一句 當我們在講 將來的社會主義的時候 不會把過去的那些放在我們裡面 把它當作一個模型 但是 你總是要來處理 它為什麼失敗 失敗 失敗 是什麼 這個地方 當我在1990年代 看到一個書 叫Kuchensky寫 是一個東方的 就是東方的 資本主義 他有寫一本書 他有寫一本書 只是那一比較 資本主義在佛羅林斯 曾出現以來 曾經建立過的民主 或者資本主義的共同 也曾經失敗 消失 歐洲呢 今天的民主 或者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 也經過很多的波長 才達到今天這個命運 你想一想 1789年的法國革命不久以後 出現一個叫做亞國瓶專政 殺死4萬個 我並不是說 凡事革命都是這麼殘忍的 只是 人類 不是拿來講的 要追求人類的警方 我不要把問題 蓋得太大 好像我們的廣告裡面 就說 然後我寫到一個 那個海報的一個警察 這一生的世界 想像是什麼 你想像是這樣子 自從人類在生產力很不發達的時代 是沒有階級跟國家產生的時代 那時候叫做原始公社的時代 那時候還沒有私有財產制 人類有私有財產制 超過六千年的歷史 那自從有了私有財產制 以來的一切文明 並搬遲的野蠻發展 人類總有一些被壓迫著 被剝削著 在私有財產制 之中 那人類追求沒有壓迫 沒有剝削的理想的社會 每年不久 今天蘇聯的崩潰或者整個東歐 或者世界社會體面的崩潰 你先用一句話 並不是來卸著 而是被壓迫著人類的解放 歷史上一種不屑 不要把它看作只是蘇聯的那種東歐人 共產黨 這是人類追求解放的過程 如果 以歐洲的模式來說 歐洲的奴隸制 將近一千年 大家看過 一個片長的電影片 叫做《萬富莫里巴》 大家現在很少看到 它是在演 希臘和羅馬時代 奴隸使八大褲子 領導的奴隸使 而失敗 被贈禮調了 馬路上 被釘死的 那個電影 結狀是 人類的追求 沒有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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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理想的設備 為了神 為了神 會永遠到現在都有悲養 曾經建立的 你可以說 革命者在革命之前 都是天花亂墜 說的一切的理想 把革命以後都背叛 不要這麼悲觀 不要這麼悲觀 人類在野蠻當中 有無敵 在無敵當中 還抱人的野蠻 奴隸 奴隸社會 接下來的 在歐洲叫封建社會 也有透過一千年的歷史 那是人身依附 濃奴的社會 濃奴的社會 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 把封建社會 在台灣的歷史上 過去叫做黑暗的時代 這種習慣是很簡單 而且顏色的 可以這麼說嗎 如果從某一社會 消失以後 一千年當中都黑暗了 突然之間 變成一個 是人階級一切的光 人類歷史是這樣子 接下來 從四世紀到現在 差不多五百多年 還不到六百年的資本主義的歷史 那我們世界圖像是這樣 在私有財產制度 到現在 就是這些 一個形式的 一個形式 到現在的第三種形式 私有財產制度 才過了六百年 如果過去是兩個為 一千年一千年的 奴隸主的社會 封建的社會 現在資本主義 才六百年的社會 而且它的生產力 而且它能夠獲得 對押獲得的concent 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剛剛講的 Hedron 你就是能夠服從它 你就是認同它 那這個社會 它的生產力 只要 還能夠達到它的發展的智庫 的話 還能夠繼續生存一下 我們能夠想一下 這問題 還有多用長遠的歷史 我們現在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在現世裡面 我們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們就應該去做 這就是所謂第三種問題 改變世界 並不是要改變整個世界 從我們改變 我們本身應該是要追求人類的 這個文明與進步 符合人性的社會 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我們的力量 在什麼地方 這是這個意思 這個第十一條 非奧巴哈第十一條提綱 並不可以把它解釋說 理論不重要 只要去做就好 對不對 我的部落格的上面 改變世界下面寫的 就是馬克思 我為什麼沒有寫 這是馬克思的 非奧巴哈第十一提綱呢 在台灣會遭到很多的理事 我稍微把它改寫一下 像來的哲學家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但是哲學的任務更為重要的 就是要為改變世界來享受它 我們就像恩格斯說的 社會統一不是盡量去描繪出一個 盡量可能理想的社會 不是 我們只是在分析發現 資本主義的 矛盾、衝突、問題之後 來思考解決的方式 而不是要去盡量描繪一個 盡可能完善美麗的園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過去在馬克思之前 有太多的無可防主義者 他那篇文章叫做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這幾篇文章都值得大家去理念 如果要了解的話 我順便說一下 安格斯的文筆的確是太好了 他寫的文章 他幫助馬克思來發展馬克思主義 他又是一個謙虛的 他的文章 他是念原學和文學這些 他是一個工廠組 你說工廠組怎麼會去為工人的 施力解放的試驗 一個老闆為工人解放的試驗 到現在都還沒有講 念到安格斯怎麼說他的信物來講 他在反渡理論那邊的序言還是一樣 他說我們這位柏林大學的教授 用了非常非常多的篇圖 好像要進行的發揮 德國人那種徹底的思考精神 或者思考的徹底性 把所有包羅萬象的東西 全部包羅在裡面 他說他也要來建構一個 社會主義的理想 安格斯他說 他的這位柏林的這個理論 對移工的運動是有妨礙的 我不得不來批判他 我一開始批判的時候 我才發現 他像一顆非常大的 又像又酸的水果 我要跟著他的重作到處跑 但是我也因為這樣子 我才去念了很多東西 寫出了反渡理論 各位如果要知道這種理論的鬥爭 怎麼樣把辯證維護歷史主義 應用來解釋這種人類社會 跟來追求新的世界觀 那剛剛講的這幾個文章 都不值得各隊去參考 我同時在這個地方也告訴各位 中國在1950年代用了全國家的力量 網絡了全中國的優秀的文章人才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把德文的馬克思作品 說不定也有參考俄文的 來翻譯出馬克思 的確他們翻譯的精準度 我看差不多90甚至95%不太錯 但是我的德文的認識能力 應該比這些中國的翻譯者 好一點點 但是我中文和漢文的造詣 沒有他們那麼好 我可以很了解他們在寫什麼 但是要叫我翻譯出來 不會翻譯的他們 那麼好 中國如果有辦法 在這個馬克思 不敢 不是不敢 現在暫時不要說馬克思 練你就是可以 來發展社會主義 變成世界的模範 它才是中國所謂將來的情景 但是它如果今天若為 新自由主義的共和的競爭者 想在亞洲 想在太平洋的世界 一樣在追求這種 資產階級的 權貴資產階級的世界大權 人類還會落下過去的兩次大戰 資本主義為了爭奪世界市場 為了資本的積累 為了利潤的積累 從頭 從島 過去 野安的歷史 為什麼 我剛剛第一次講到世界大戰 當然 陳教授也說 因為資本主義創造了世界市場 使它的戰爭變成世界的威猛 它的戰爭的殘忍也變成了世界的威猛 第一次世界犧牲了多少人 第二次世界又更加威猛的審數 第三次世界呢 跟埃斯蘭說 我不敢想像第三世界的事情 但是我想第四次世界大戰 又回不到石頭被死 也就是說核子的戰爭 核子大戰 核子大戰 毀滅著 回到我剛剛的世界提醒 如果人類在地球上 沒有辦法來 剷除 來消滅 來尋求一種取代現代資本主義 為了利潤的生產 這種生產制度的話 沒有辦法防止核子戰爭的話 地球在社會主義的理想 還沒有實現之前 就可能毀滅了 這是我們的世界的效果 但是 你說什麼時候能實現呢 我們不是盡可能去描繪一個 相對非常完美的生活 哪個是沒有做這樣的 還沒有有效 因為是也有 等到東歐蘇聯崩潰以後 人這些左派或者馬來西亞主義者 在共產黨宣明的第一章 第一節 第一節的最後一節 還是第二節 第一節叫做 資本主義的行動主義 就是這樣 那最後一句話 在將來的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的自由是 全體人自由的 全體的體驗 你說 既然是馬克思獨一 這樣子注重個人的自由 為什麼建立 這些通通都是沒有人性 又是沒有個人自由 又是這樣的社會 謝謝各位 我現在是講出這些 我希望能夠給各位 一點點想像 一點點思考 人類在追求一個 烏托邦理想的社會 沒有人性 沒有人壓迫人 沒有人摸曉人的社會 門緣不解 什麼時候才能夠實現呢 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 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 不是悲觀 而是 不是現在的認定 我們現在只能說 在當下的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土土全世界的時候 是年輕人看不到前景的時候 我們要認識 分析批判資本主義 來想出 怎麼一步一步來改變現狀 剛剛不是說 在 還沒有辦法來改變這種生產關係 就是basis 就是基礎的時候 在文化方面 要取代現在的統治 支配階級的新的階級 應該來注意 怎麼樣以來 做文化的改造 什麼是文化呢 不是詩歌 繪畫 音樂 而是新的世界觀 社會意識 行為模式 價值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等等 這就是 男性的文化的概念 第二個問題 我曾經跟幾個朋友說 我 有一點 德國古典 德國古典哲學 那一種 短話常說 壞習慣 把一個問題 拓展到這麼多 我會回到我們的題目 第二個問題 蘇聯的歷史定位 對社會主義的偏見 這個 我已經剛剛也說過 講 在以美國為主的 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 hegemon 之下 很多事實 是被扭曲的 但是 我不需要 為已經崩潰的 蘇聯 以及東方的 社會 和世界主義 悲傷 傷心 這是被壓迫人類 共同的不幸 因為 我們被壓迫 被壓迫 還不曉得要延綿多久 就像現在的台灣的年輕人 不曉得什麼時候 才能夠 有一點點 對於將來 美好的想像 一樣 對於社會 少數的人 他們 權貴 他們 社會的 生產力 生產的成果 他們 去為 其他 而使世界 社會 大部分的人 從中產階級 以下 淪入為 無產階級 這是資本主義發展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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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的資本論 不是在束弱 資本主義的過去 寫新的歷史 他在序言裡面寫 我的著作是要發現 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 什麼呢 比方說 經過幾年以後 就會出現的 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的 資產階級的 經濟學家 這是很常態 就像人的 人的身體一樣 經常會發燒 然後就退燒就好 資本主義的 你忍受幾年 忍受一下吧 痛苦就過去了 為什麼 會有經濟危機呢 為什麼會有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呢 它是用規律 所以資本論 不是在束弱這些罪惡 而是要發現分析 批判資本主義的 那這個 希望成為 他們希望成為 想克服資本主義的野蠻 當今的人 能夠來瞭解 來尋找出克服的疲勁 改變世界 剛剛那個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是說 我在這個地方 講出一些 可以震撼世界的語言 想要來改變世界 剛剛已經整理了 剛剛講就是整理了 很謙卑的 就是願望 跟任務而已 第四個問題 羅素說 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 這沒有什麼奇怪 不是只有羅素 比他更有名的 更有名的 都不用我來解釋 好 人類在追求 一個理想的社會 一個具體的烏托邦 而不是一個烏托邦的 烏托邦的這個社會 綿圓不絕 它是有血有肉的 不曉得圓景你想在什麼地方 但是就是有潛入或計的人 用中國話叫做 抛頭 灑灰 再說不行 烏托邦 被關 被癢 被刑 每個時代都會遭遇 每個時代都會遭遇 克朗希跟義大利的兒女一樣 他像布魯諾 布魯諾是被 舊教宗教審判 燒死的 卡巴雷諾 也寫了一個 你想 他也是 怎麼樣被奉啊 卡巴雷諾 還有 反正義大利 對 卡利雷 大家知道 卡利雷 被宗教審判的時候 跪在宗教審判面前的時候 你怕我 地球還在動嗎 什麼意思呢 人類為了發現 自然科學裡面的真理 都要到了 卡利雷大概是一七幾年了 差不多兩千年有文字的歷史 我想三千年四千年才發現 自然的規律 何況社會的規律 更抽象更不容易 馬克思的任務就是 我要發現歷史與社會的規律 就像自然要發現人類的規律 如果 現象與本質是合而為一的話 科學就沒有任務了 請各位把這一句話寫下來 如果現象與本質兩個是合而為一的話 科學就失去它的工作了 什麼意思呢 如果人類看到太陽從東邊升起 就想說太陽是可以動的 我們地球是中心的 那這種現象就不用去研究了 那如果沒有研究的話 就沒有卡利雷這一連串的人自然科學家 為了自然而去違反了當時候的神宗教教條 為了要說出它的真相 是地球是動的 太陽是不動的 就因為這樣而被審判被燒死 那發現自然的規律都遭到這樣的命運 那發現社會的規律更加是 要危害或者下居存的統治的 破取社會的生產價值 剩餘價值這一群階級的 要違反它們的揭發它們的 真面目的時候它所碰到的共苦 會比自然科學家還少嗎 還好今天已經沒有宗教審判 但是還有希特勒的監獄 有莫索里尼的監獄 也還有台灣的監獄 還有中國的監獄 不要想中國是以共產主義共產黨為民的共產黨 這是共產主義歷史裡面的一個諷刺 以共產主義為民 來組成一個共產黨 在今天的世界裡面來從事一個最野蠻的資本主義的企業方式 這樣我的立場我的觀點 這是我嗎 可以這樣 OK 謝謝 那個 穆哲熊剛剛講的 我稍微 稍微 稍微把我疑解的一份 跟大家聊一下 就說 我們現在可能 各位兩個種說法 一個是說 因為在現實上面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 他剛剛講的 路頭剛剛在線上很可能 所以我們就不去做 所以穆托邦是很可能 沒有穆托邦是很可能 可是我們這個可能就會 多入到另外一個 一個的情況 就是 那我們要不要去接受現實的樣子 那 如果不要的話 我們有第三條路 另外一條路 就是說 所以他剛剛講的 那個狀況是說 穆托邦其實提供給我們一些 理想 雖然他是 不可能 可是那個理想 是不是 對的 應該的 要做的 那所以 實驗哲學 可能要尋求的 只是去找出那個方式 如何去接近它 而不是 是完全在腹地拿 然後最後 都會入到 原來那個 保守的邏輯 又回到那個現實裡面 然後 悲觀的在那個現實裡面 活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 所以當然就是說 在 談論 這個 實驗哲學的時候 他就不是單純的 烏托邦的 想法 他有 印象主義的成分 但是他在尋找方式 去接近它 那 第二個呢 他剛剛講到 關於共產主義 就是 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理想 跟共產主義作一個 現實的國家 是點無異為共產主義 所以我們可能要從 作為一個現實 剛剛在講 作為一個理想的 共產主義 或可實行 可實踐的 帶有理想性的 共產主義去思考 然後去有別於 現在現實上 可能違背了 共產主義理想的 共產主義國家 比如說中國 就是他已經開始用 資本主義的方式 新自由主義的方式 或新資本主義的方式 再去對全世界各國 進行這種資本的情侶 或只是透過資本累積的方式 再去顧慮到 所謂的 民族跟民族之間 平衡的問題 大概是 從這幾個地方來講 那我們剛剛講說 第二部分 我們大概還要再談一下 就是談一下 文化霸權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文化有什麼 我們以前剛剛 有提到說 文化有問題 所以如果要改變的話 在現實上 你也提到說 我們在現實上 如果要改變的話 好像沒有辦法做一種 大規模的這樣的改變 那你提出了一個看法 是可以改變的 那這個改變的方式呢 是透過文化改造 那那個文化改造是什麼 從Flexi的角度來看 也就是他對文化霸權的批判 然後進入到文化改造 文化改造 談論不會 我敢說演講 談論不會 應該也是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但是 一方面 我想說 要了解一個 這樣深刻的歷史 我剛剛把人類的歷史 帶上五千年 從沒有經濟的社會 到奴隸社會 到今天 核子戰爭 將來的生活這種 帶到這麼長 長短 長短短短的意思 那 思考了這麼多的 讓歐洲的 具有人本主義的 humanism 一方面是叫人本 或者叫人道 這一種社會的影響 這樣深刻的東西 還不能實現 但是歐洲累積了多少的社會 所以我今天 如果大家還可以 有一點點耐心 想學一點東西的話 我跟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很怕 我的太太說 我很怕 我像一個 教堂裡面的牧師說 來大家翻開聖經 第幾章 第幾節 我們現在來展示 我很怕 我變成這樣子 那我昨天晚上 在Copy這個東西 我是想你 讓想學一點點東西的人 如果你們不怕艱難的話 請跟我一起看看你們手上的 怎麼知道 你們手上的 這叫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看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剛剛講到 到底社會主義能不能實現 什麼時候實現 他意識的說 有意識的道理 他的想像當中是 歐洲的封建社會 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社會 然後他現在思考的是 資本主義的社會要克服資本主義 進入或者建立 創立一個新的取代自己的社會 這種新的社會 舊社會 以新的社會 怎麼樣過渡 怎麼樣產生呢 他這樣說 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 在他所產所能容納的 全部生產力發展發揮出來以前 是絕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 在他的物資存在條件 還在舊社會的拍包裡承受之前 是絕不會出現 所以人類始終只能夠提出自己 有限的時間 能夠解決的任務 因為只要仔細考察 就可以發現 任務本身 只有在解決他的物資條件 已經存在 或者至少在生存的過程中 才會產生 什麼意思呢 我簡單的說 資本主義 對於他全部的生產力發揮出來 以前的混亂 你看看 經過工業革命 現在的經濟體的革命 他又度過了一次 一次五倍水 他的生產力 還會繼續放肅 他的混亂 作為資本體 作為生產型號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 比方說 將來叫做社會主義也好 或者叫做放泉水主義也好 或者叫做生產 將來的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 在他的物資存在條件 在舊社會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拍報裡面 如果沒有出現 沒有成熟的錢 新的社會關係 是不可能絕不會出現的 那這裡面大家都會看到 物質 物質 物質條件 什麼呢 物質條件 就是一方面是 生產力 以及要改變社會的人 不是個人 而是階級 以階級的團體的行動 改變社會 可是這位馬上也可以跟我提出一個問題 那列寧的十月革命不是太早熟了嗎 你為什麼要硬推革命呢 結果一推下來七十年以後都失敗崩潰了 普羅利斯曾經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新的構文 也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歐洲的保守的封建的地 也曾經互體 所以人類的歷史 不是實現的上市 一講到列寧的十月革命 他們在黨裡面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辯論 辯論什麼呢 凱斯基這一派人說 俄國如果按照馬克思議員的工業必須非常發達 才可以進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工人界體的社會主義革命 現在的條件還不成熟啊 我們現在不能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繼續忍受了沙皇的地質 但是呢 列寧領導了布爾賽文克 做出了這種彈性的判斷 他領導了這個革命 我們現在怎麼判斷它不是我今天的工作 我只是說 在過去的共產主義運動裡面 工人運動裡面 政黨裡面 也有成功這樣子的辯論 我現在把這個問題帶到這個地方 那曾經在他們的英雄時代 革命的時代 產生多少的自治問題 為了這種理想 是不是應該現在就應該進去了 這種戰略與策略的思考 過去充滿這樣子的辯論 我們鬥戰 累積了多少的經驗 OK 好 那 剛剛的這個文化的問題 好像 我們的神教授 非常的 對應這個問題 好 我現在就不要再用太多時間來說 我們剛剛講的 Grancy的一生 他在監獄裡面所思考的 就是 為什麼失敗 為什麼資本主義 繼續能夠在西歐 在比較發達的國家這樣子 來繼續生存 他漸漸的發現 有一個叫做 義大利人叫做 Societa City 翻成英文 很多人把它翻成 Civil Society 可是 我如果在台灣的報媒體上 學術界 以及在危機改革 打開這個 Civil Society 就是公民社會 台灣也經常用的 好像不是完全跟 跟Grancy所說的 完全主義政 兩個不同的領域 那 在這個西方的世界 所用的Civil Society 就把一切資本主義 好的東西都丟在那裏面 就是說如果 現在講 台灣的很多 讀者投書也好 甚至一些 學術著作也好 都說 現在 馬英九政府 東南政府 因為沒有實施 或者是假的這種公立社會 所以我們要貫徹這種公立社會的原則 這個不是Grancy所說的 好 那Grancy發現 為什麼我要說 那個馬克思的序言呢 在這裡面有一個 蠻簡單的說 很多人都知道 馬克思看待一個社會是 一個叫做基礎建築 一個叫做上場建築 那 這個地方 這種 這種形象 這種 社會的 想像 甚至是 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 也 誤入了 習徒 就 變成一個 教導主義者 或者是 江法 那 Grancy發現說 在西方的世界裡面 有一個領域 在俄國是不發達的 在俄國 沙皇政權 國家機器是 所有的上層建築的全部 那麼 只要下面的基礎建築在生產 在經濟方面發生危機的話 就是那個國家發生的搖搖欲墜 我們只要用 游擊戰 或者叫做 運動戰 去打擊了這個 沙皇 革命就成功了 簡單講是這樣子 就像清朝被 書門打扮一樣 根本沒有什麼社會運動 那在西方呢 按照Grancy就發現說 有一個領域 就在這個地方 在哪裡呢 在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 以經濟基礎的這個當中 在上層建築這個裡面 有一個領域 所以他給他一個名詞 叫做 說其他 CV 英文翻作 CVSociety 德文在1990年代以前 稱之為 Pierre Gretelnschaft 後來1990年代 主派馬克風主席 認為這個 Pierre Gretelnschaft 這個概念 跟現在用的 資本主義社會 重複了 所以1990年代以後 改成翻成 叫做 CV Gretelnschaft 這個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把它直接翻 如果我要寫論文的話 可能也是碰到困難 要把它翻成到底是公民社會 或者什麼時候 的確有困難 什麼呢 然後請說的 這個領域大家聽好 如果要跟台灣現代有所關聯的話 這裡是重要的 什麼呢 他講的是 人民的社會意識 世界觀 價值觀 生活方式 甚至包括法的關係 法的關係有一部分 是歸於國家 因為是國家來執行 但是有一些是法條 是立法院所制定的 好 那這一部分的領域 跟他我們所講的 傳統的說 文化是詩歌詩詞 音樂繪畫 文學 這個 不全然 所以 葛安吉所說的 就是這裡 他說 在西方有 資本主義比較 工業比較發達的社會 這個領域是發達的 因為資產階級 經由很多的管道 包括媒體 包括宣傳 包括國家的 有形無形的暴力 包括學校 教育 街道 都是屬於這個 半民間 非完全是屬於國家的 而有些是民間的 有些是半民間的 這些東西 包括人民的團體 公會 教會 福利團體 福利社會 都是屬於這一大集的領域 如果把整個社會 看成經濟的基礎 以及上層建築的國家之間 他就發現了這個地方 我給大家一個想像 比方說 這一條街叫做紹興街 是不是叫紹興街 紹興是哪裡 紹興北街 紹興是哪裡 中國 你只要把台北市的地點拿出來看 跟中國的地點比較來 南京在東方 台北市的東方 就一個南京東路 到處有中山路 東山北路 台北市有北平路 有什麼路 近江街什麼 全部都是中國的地點 這就是人家說的 還有什麼 是由廣場以前叫做大中自政廣場 那是在紀念什麼 那個不是國家機器 那個是觀光的地方 還有裡面那個大建築是什麼 他的現在改的 有沒有 要不要趕回去了 陳盛連把它改成 台灣民主紀念館 馬英九上任以後 又把北樓拆下來 又把舊的燈掛回去了 好像叫做 那是不是又是講片 中正紀念館 不是 中正紀念館是那個塔 那個北樓上面那個 雖然大家不注意 那個就是南希說的 在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的意識裡面的一部分 有一文化的一部分 那一站叫做 捷運蔣介石紀念館 那一個 那一站很奇怪 你從 中正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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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個捷運很怪喔 所有的捷運 你從東邊的地下道進去 從西邊可以過去 從南的進去 可以從北邊出去 那一站絕對沒有辦法穿塌破裹 你說 在站很細微的地方 都表現了統治階級 要你人民來接受的後裏事 學校 反共大陸 太多太多 所有這些都可以把它看成剛剛講的這個社會結構裡面的 藉於上層建築裡面的另外一個領域 他說 他發現說 當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危機的時候 他不會直接影響到上層建築的國家的危機 政治的危機 因為有這一大群的各個機構裡面 已經被私配階級所謂 他稱為 Conscience已經被 已經認同他了 像我們講的 今天我講的 不得不講 用外來語來講 跟大家講 這也是一部分 很多的觀念 不自覺的講出來台灣光復 這也是一個 我講這些就可以讓你們大家想像 狼喜的享受 他說的是什麼 OK 是不是這樣子呢 可以 那就用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也是讓那一位 所謂有專門的技術 就是知識分子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改變你們 這是怎麼來的呢 不難 不難理解 好 那 我在這地方先告訴各位一個概念 在德文有一個字是 如果您查這點 它就會翻成 Rule 還是 H-E-L-E 但是在德文裡面有一個字叫做 Hashison 我在漢文裡面是好希望把它翻成支配階級 而不 雖然在很多地方 翻成統治階級比較順和大家比較擁有 但是 這個字是不是 德文大概在還沒有馬克思之前就有這個字吧 應該他本身就有這個字 還好 中文裡面有一個支配階級 以北於政治的統治階級 所以呢 他們看到的 比如說 馬克思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通常會講 這個社會裡面有一個支配階級 Hershinderklasse 或者Klasse 可以說嗎 但是在台面上大家看得到的呢 現象上看得到 都是統治 政治的統治者 叫做regulation 在德文裡面 在英文裡面 兩個都是翻成 Rule 那 那 我在這個地方 就有時候會特別強調 一個社會裡面 基於背後的 比方說 在美國 在台灣 在中國 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 權貴市場階級 他們本身沒有時間 不是只有這些 其他國家也是這樣 過去也是這樣 他們本身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 他們只要賺錢而已 他們沒有辦法來掌握國家機器 來親自掌握國家機器 於是有一些 就是知識分子 就是作為他們的代言人 就是來代理他們 作為社會的支配階級功能的 來出來掌握國家機器 以及這個 這個 剛才講的那個 收集的思議 這就是要帶入另外一個 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好 那文法霸權簡單的講 就是 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社會 因為他透過學校教育 透過東教 各位 在台灣的東教的成分 不那麼明顯 不那麼重要 在歐洲幾千年的傳統 這個宗教 是非常的重要 在傳統的知識分子 所指的呢 就是神職人員 他們扮演什麼角色呢 扮演的就是每一個時代的 替統治者來 馴服被統治者 他們發展出很多神的 這種宗教道德力 天堂地利 像這樣 還有 你不可以偷竊 你必須忠一名的老闆 等等這些 這些就是屬於這個部分 只是宗教的角色在 但資本主義發達以後 漸漸淡化 它還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有新的資本 知識分子 來取代這些功能 所以呢 所謂文化的霸權 簡單的講 就是 私貝階級透過剛剛講的 在那個領域裡面 各種的管道 報紙等等 接到的命令 來使被統治者認同 統治階級的世界觀 以及社會意識等等 而使這個社會保持 保持 無論安建有秩序 不會做到 只有當被統治者想要造反的時候 國家的核權武力 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在上層建築裡面的國家呢 國家是代表一種強制力 法律 國家暴力 軍隊 檢察 監獄等等 它就會出現 歐爾蘭 大家知道 知道 自從 所謂全球化 資本全球化以來 在美國 甚至在台灣 甚至在中國 為了社會的維穩 所支出的 比過去的黃金時代 佔負了20年的比例時代 這些國家 為了維護這個社會 所維穩的支出 現在增加很多 為什麼被壓迫 被剝削著 現在的痛苦 比以前的人家 社會更加不安逸 但是它還能夠保持這種 hegemony 不會走 不會走 這就是cultural 好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到飾演館結束 然後我們原則上 大家可以待到六點 那我希望說 如果所有問題 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高中師們還在嗎 還在嗎 不在了 你們還在啊 還錯 大家給他們掌聲一下 好不好 聽不懂 還要繼續聽 我想說我高中 我也是聽不懂他講什麼 還好他現在 我真的都聽不懂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 維護主義 資本主義 很多都需要解釋的 然後 可是你們盡量聽 我們會把這些東西 錄音 錄音起來 那我們接下來 開放一些問題 讓大家提問 我們先讓高中師們來提問 我們先讓高中師們來提問 你可以啊 你可以 可是你是癡風 所以你要 你不能因為有麥克風 先來 請美女中 有沒有人 你們想一下好不好 你們小豬討論一下 推出一個問題來 來問一下這個伯伯 他應該還是慈祥的 來 其他 你們 找一個問題 好不好 聽給你們的問題 可以問 可以 大家誰 有想要提問 來 明偉還有 你嗎 大家誰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好 五個 然後 你們問題盡量先斷 我們把最多的問題 留給 那個 弱勢者 好不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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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剛講到那個文化霸權的事情 然後 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 在社運圈都有這個爭議 就是說 有些人認為 另外一些人 他的作為 是反過來 鞏固既有的統治者 就是說他雖然是看起來是在反抗的 可是反的 產生一種鞏固的效果 那因為剛好那名詞又很像 比如說 剛剛講到那個 我們中文應該算 扮成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那個字 然後又跟 現在一些 做反抗的 反抗運動的人 他用的那個字 就是說 我們是公民 我們是在做一個公民運動 這個字好像又很像 然後 作用聽起來又很像 就好像 這是不是也是一個所謂的 文化霸權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 比如說 有一些在街頭上做運動的人 他們所做的作為 可能經過了一個 我現在不知道那個機制 到底是怎麼樣造成 就是說 可能經過了某一種所謂 那個 格蘭西講的所謂的 市民 公民社會 的那個作用 然後變成了 本來我可能是 我要攻擊的是 這個 社會保守價值 但是我反過來是 變成保護他 我不知道那個機制是什麼 但是因為字很像 就會 就產生這個聯想說 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一樣 就是說 現在 格蘭西講的那個 所謂的 公民社會的那個東西 跟 台灣現在這個 時空遇到的 比如說 我在做公民運動的時候 然後內部爭議 就會說 你這個其實反而是在 鞏覆統治階級的 這個現象 這是不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對 我的問題是這樣 謝謝 郭謙 郭謙 我們有一個 一次解釋 一般我們講 Civor Society 有兩個 兩個 翻譯嘛 一個叫市民社會 一個叫公民社會 那公民社會 其實它本身 帶有一個 價值判斷在 好像是比較好的 它不是中性的 它還帶有 理想性 它還帶有 在我們現在 目前的台灣 那個脈絡上 使用裡面 好像有沒有 可是 另外在 如果在 剛開始 黑格在使用市民社會的時候 Civor Society 這次在 1821年的 《哲學院理》裡面 所提到的 然後本身是在 所謂談抽象法 抽象法 台灣談道德 台灣談 倫理性調 這也可以考 但是那個 詞理念 它又分三個 不一樣 家庭 市民社會 跟 國家 所以它整個 家庭、市民社會 國家 是要把它放在 市民社會 放在這兩個中間 我們才可以看得出來說 市民社會 被視為什麼 可是如果 市民社會 對馬克思來說 它是被批評的 視為資產階級的 所塑造出來的 市民社會的話 那 這時候 我們在看 現在的公民社會 剛剛所要談的 那個公民社會 橫條去 反過來講 我們的公民社會 是不是某個程度 是在一個 資本主義邏輯下面 的市民社會 而我們稱之它為公民社會 所以整個公民社會 運作的是一個 資本主義的邏輯 或者 新自由主義社會的邏輯 但是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 但是那個 定義權跟解釋權 就是說 社運應該 社運有很多種 就像公民社會 有很多種 社運有很多種 你可以看到 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有兩種 一個是 一個是 反 服貿 反黑箱服貿 不反自由貿易 有沒有 所以它把自由貿易 跟 服貿這些事情 是透露的 所以它只有兩個 可是它們都在談 我們要維護一個公民社會 我們要維護一個公民社會 還有一個是說 現在也很流行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要 我們已經厭倦了 藍綠厄鬥 藍綠厄鬥 藍綠厄鬥這個詞 本身也是被塑造出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 誰可以在藍綠厄鬥之王 在藍綠厄鬥之外 我們創造了一種青刀 新的一種祥道 那那個青刀背後的道德觀念 是屬於 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念呢 還是屬於 被壓迫階級的道德觀念 也可以這樣想 順著那個 那個 您可以跟它解釋說 我們第一個問題 來第二個問題 你啊 你先 他是 那個中學生 他是中學生 17歲 你滿17的沒 應該滿了 應該滿了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是說 我們長期在看待說 國民黨 壟斷 包含說 整個軍公教 或者是 特定的一些系组 就像說可能政治系 國民黨可能會特別壟斷 那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是說 國民黨它壟斷是為了 塑造是為了搶脫話語權嗎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像 國民黨其他輔助機構 比如說 像 外省人考試加分 然後 還有 掌握國家機器 然後還有包含是說 像 全聯等等制度水電費減免 這些事不事也都包含說 就算他們 雖然說是生活上的幫助 可是他們也某種程度上面 用國家機器更壟斷 更幫忙所謂的特定小數族群來輔助 然後同時說 所謂你並非在這個文化霸權的人 你也要跟著那套制度走 才能獲得這個機會的權利 就像說 1990年代以前 全聯其實他們是專門服務給軍工教 而那個時候的軍工教 都是所謂的外省人居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更有趣的是 本省人怎麼會去接受這樣的事情 那個會更有趣嗎 那個心理的狀態會更有趣 來 今天要來也有意思嗎 我啊 你也可以 再來那個 佳瑜 佳瑜吧 佳瑜 一個很粗淺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剛剛 您有提到說 在第一個階段的問題 我可以想一想 在作為台灣人 我們現在的歷史階段的 可能任務或者目標是什麼 那已經你在後面講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少 拿到台灣人歷史作為比喻 那 好比想講到剛剛 中生紀念堂的 或者是 所有廣場館的地方的一些安排 其實都反映了一些 所謂的文化霸權的實施這樣 那 我很好奇的一個 可能我覺得是比較根本的問題是說 因為今天我們在講葡萄西的時候 你前面有花了很多時間在講 他跟馬克思主義跟共產主義的淵源 那 站在馬克思主義跟共產主義的立場 台灣人是作為一個階級 還是作為一個民族 讓你在後面可以這樣子做比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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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哥 來 其實我剛剛因為那個教授他談到一個 就是有關於語詞的關係 所以說其實 就是 國化霸權這兩個 霸權這兩個是本來在意大利文 他翻過來的時候 是一個過度詮釋 詮釋 過度詮釋 台灣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 就是我們講說 以意大利文來講 它是叫做 atomoli atomoli atomoli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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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位最小的 但是它是在變化 是一個變化的 所以說它整個兩個字出來之後 你就很清楚了 究竟我們知道 文化的精神是在哪裡 它是每個細胞 它可以共生的 就是承擔政治的概念 就是一個 一個文化的系統裡面 它是可以跟另外一個文化系統 產生勾結的 是這種對話的概念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那另外一個 就回到就是說 剛剛也是在教授也談到一個 所謂的意大利 就是所謂的公民設備 這個問題 就是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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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來講的 它是台語文明的 有教養的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它希望是一個有教養 有教養 要透過什麼 透過一個所謂的 你應該哲學的實踐 所以這一次我們聽到說 今天我們在Glamxi裡面的實踐哲學裡面 切入了 我們可以想到 到底台灣人民在這個 在這裡面要學到什麼東西 而不是在一個 我是覺得在理論集中這樣 已經談了30年了 從Glamxi在台灣 在書版裡以後 到現在至少30年了 20年後 我20年學了 1990年我回來的時候 會在台北 在台北 在台科大那邊也講的 20年後 我可以再談這個 事實上 我是覺得 這20年後 我們看到意大利 他在二次戰後 Glamxi走完後 從1968的學歷以後 全世界的東歐的解體以後 包括蘇聯進去的東歐解體 他這段時間 意大利要產生了什麼效能 就Glamxi給意大利的什麼影響 這個也是台灣 我們台灣人在歐中裡面要看到的 是一個折旋的 從一個左派到新左派 他這個東西的實踐在哪裡 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所以 如果你們每次來 折舞的 就是地下室的時候 你們Lokiko 就是有Glamxi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 我是一個智者 我是一個智慧的悲觀者 就是 我是一個智慧的 我是一個悲觀者 但是我的意志力 是我成為格勒觀者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實踐很重要 但如果是覺得 像意大利他們在台 Echo他講說 意大利他們 全世界有很好的設計師 但是 意大利就是有一個設計者哲學 設計者 他要有一個哲學 生活者也要有一個生活的哲學 這是一個 最主要是落實的 我是覺得這一個比較重要 那我是覺得 無論如何 我是覺得 我們可以在318學院 看到 延期的實踐 我覺得這一個 這是我覺得最感動的 然後我是覺得 就是說 在未來 我們是應該如何去 去走出一個 就是說 在生活裡面 重新再找回一個 而不是在一個 就藍綠的 或者在任何一個可能性裡面 我覺得 它是應該一個 最基本 最簡單的 就從生活做起 從自己做起就好 謝謝 謝謝 對 我剛剛講到一個問題 解釋我們剛剛 我們可能做了很多 關於文化霸權的類比 或者是分析 或者解釋 如何被支配 但是我們好像 還沒有去談 如何改造 如何實踐 那這個當然是 大家可以去想的 當然 那個 人家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我覺得 它是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可能要放在自己身上 那因為我們如果不去想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在 運用別人告訴我們方式 它就不會有創造力 它可能 也有可能 墮入到 另外一個文化霸權裡面 然後 你的邏輯 然後我們只是 引用它來 去對抗前面的一個而已 那 我記得還有 我也有問 在 在 在裡面 那個 我想請教老師 因為之前 我知道 馬克思的歷史 唯一部分是說 我們現在 從資產階級 然後 為了到 共產階級 之後 會有一個社會階級的過渡狀狀態 那問題是 就是從資產階級 再到 社會 從 自財主 是從 越南主義到社會主義 然後再到共產主義 那問題是 馬克思是用當時的狀況來 做出這個推斷的 可是到了現代 會有可能是說 我們的現代這個資本主義 吸收了 社會主義的思想 或是做出自己的其他的改造 慢慢與時俱進 然後 然後 在未來 可能 不會有 大問題的這一點 你這個講法 很好 就是很像 獨裁者的進化 對不對 對 來 我們接下來 就是 還有 你們想好了沒 請便宜眾的同學 蛤 蛤 有沒有 隨便問題都可以 不願意嗎 好 等一下我們留 那個四點半 他回答完以後 你們可以直接去包圍他 去問他 好不好 好 來 那個 說不定有 互相互相互換 第一個問題 說 在運動界的同學 和同志之間 有時候會 讓我們覺得說 他的策略 他的思想 好像 有一點 我現在是 統治階級的思想嗎 不是 反過來 反過來 變成這樣 對 董布 這個問題呢 好 我剛剛要補充說 然後 所以說 這個 其實他 SIMILAR SIMILAR 以前大家不用把 台灣 不用這樣講的 那些 所以 資產階級好的東西 都丟到那個公民社會 想起說的 不是這些 在這個 SIMILAR SOCIETY 就是 德文的 CIVILAR 裡面 這個領域呢 是 階級 鬥爭的 場所 什麼呢 就是 自備階級 要在這個地方 貫徹他的 世界觀 他的價值觀 那 然不起說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也要爭取到 我們的 發言權 爭取到我們的文化的價值 我們的 新的世界觀 新的價值觀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 就是 階級鬥爭的場所 各位 我聽到我階級鬥爭這句話的時候 請不要發抖 這一句話 我等一下再重說 好 好 那這個 CIVILAR SOCIETY 不是只有 職場階級的專業 統治階 支配階級的專業 我們應該在這個地方 爭取到 我們的 建立我們的 意識 意識形態 世界觀 新的世界觀 那 那 它 它是不是一個 完全是思想的東西呢 大家 以為文化都是思想的東西呢 咱們自己補充說 那這是你自己發誤的 如果沒有改變那個基礎的 經濟的基礎的狀況 我們在這個地方 能夠做什麼樣 有意義的成功的東西呢 它自己這樣發誤的話 就表示 這是一種辯證的思考 文化怎麼來影響社會基礎的改造 那基礎如果還沒有改造的時候 文化能夠做什麼 不要把格拉姆斯的理想 給他的理論 當著說 我們先爭取文化 我們的被統治者 被支配階級 先去爭取文化 以後再來改變這個 經濟的關係 格拉姆斯不是這個意思 順便你說一下 西方很多的馬克思的研究者 很喜歡把在西方的這些馬克思的研究者 那些主義者都把他說 他是一個維新論 維新主義很強的 我又看到正大的 影片錄 就說 格拉姆斯帶有比較深的維新主義 我說如果格拉姆斯到後來 如果沒有因為受到電影的啟發 而回到這個正統的道路的話 格拉姆斯不會有今天的調味 格拉姆斯可以發展 可以補充 但是沒有人可以把他所創造的體系 來修正改變 而能保有他的價值 不可能 什麼 他就是辯政與歷史唯物主義 大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的 沒有關係 留給你們追求知識的一個空間 關於階級鬥爭 馬克思在1852年3月5號寫給 魏德邁的信裡面就說 大家說我在動階級鬥爭 各位講 發現階級不是我發現的 在我之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 就發現社會裡面有階級的存在 第二 發現人類的社會裡面有這種階級鬥爭 也不是我的功勞啊 在我之前的理論家 這些啟文學派就已經發現了 我的貢獻指在於說 階級人類的階級是在什麼歷史條件之下所產生的 以及怎麼樣為了我們的追求 這個人類的社會的理想的話 我們要消滅階級經過什麼樣的道路 我們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到達 社會主義的社會 到達功勞主義 這馬克思講的話 所以聽到階級鬥爭的時候 不要以為這是馬克思在動階級鬥爭 是他創造的 不是 他的功勞是在於說 這種社會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是怎麼產生的 他怎麼運作的 他將來應該怎麼樣才能夠消失 這是馬克思的任務 他的功勞 什麼叫做歷史呢 我講歷史為主義 什麼叫做歷史為主義呢 我簡單講一下 非洲人不是天生下來就是奴隸 台灣人不是原住民 不是生下來就是要變成殖民者 一定在某種的歷史條件 社會條件之下 某種社會生產關係之下 才變成這樣子 凡是在歷史上產生的東西 都可以 人類可以把它消滅掉 如果他不符合人性 這就是歷史為主義的革命觀 跟歷史觀 這樣可以嗎 回到剛剛 你們同志之間 朋友之間 包括我們自己 都要經常自我反省 要互相之間的批評也好 互相配合 我們腦袋裡面 裝了多少幾十年 至少二十幾年高中畢業到現在 從高中到現在 從小時候到現在 裝了多少統治階級的東西 這個要怎麼樣自我才能清洗 請各位想一想 說他講的是國語 中國大陸 戰後的台灣光復 然後跟著日據時代 還有日本時代 這個都戰 日據時代還有日據時代 這個雖然都是延始之爭 他所表達的就是 思想沒有超階級 在一個階級的社會裡面 思想沒有超階級 然後學認為知識分子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 統治階級 政治家不是階級 它是階層 知識分子不是階級 是階層 這些沒有辦法超越這個社會 最有主要的階級 你可以一個人說 我可以天花亂在想到什麼東西 都可以創造出來 但是 你如果不是落入這個階級 就是落入那個階級 階級 知識分子是認為自己能夠獨立思考 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能夠獨立 它是一種神話的東西 在裡面 比方說 工人運動裡面 該不該去爭取提高工資 你會喔 這個論 民進黨會 他人民是不是應該去進入中華民國的體制去參加選舉呢 這裡 那這個地方 我說 如果工人 只是為了提高他經濟利益的提高 而忘記了工人階級 他自己之階級解放長遠的事業的話 他就會變成統治階級的 變成認同他 因為他有給他好處 符合你的interesty 這是他的利益 所以工人在這個地方 給一個名稱叫做 passive liberation 他是從上面而來的革命 讓被統治者 被支配者 來認同他 他也研究了 美國的 就說 20世紀的生產方式 給一個名稱 叫做for this 福特主義 就是福特的機車生產方式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使呢 那時候生產力提高 然後使勞動者也可以開車啦 那結果就穩定了 資本主義在20世紀整個世紀的評判 KMT 國民黨的統治是為了政治的統治的利益嗎 是不是這個問題 外省 外省 好 外省 統治的利益啊 我跟他 我再稍微重新簡單來說 講一下 就是說我想說 問題是說 我們在看待戰後的歷史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所謂外省人他們 是因為認同中國 所以他們才會投國民黨 可是 我會比較偏向說 更大的原因是因為利益 利益上的支配 所以說他們才會跟認同 比如說 考試加分 然後全聯的 就今天全聯福利中心的設置 以前叫做 中華民國全國 軍工教生產 什麼消費合作設 這樣的設置 然後加上 考試時的省級分配 然後 還有包含說 水電的減免 這些 都是 都是讓他們 因為他們會支持 所謂的國民黨 是因為利益的關係 而並非思想上的認同 我會想要問這個問題 那台灣所謂的分審人 會進去這個體制內 多數也是 多數也並非所謂的認同 或者是認同改變 而是說 想要得到這份利益下 所以台灣想要進入這個體系 我想要問的是這個問題 謝謝 在這個地方 因為外省人跟台灣人 有時候在某種程度上 或許可以幫助你思考 但是在實際聚集分析的時候 要注意 我們也知道這幾年 有很多所謂的外省人 是堅定的台獨主張者 鄭檀榮、金文維、陳思浪 這些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今天台灣爭取獨立的 不是只有所謂的 所謂的荷羅蘭或者是Kell 那外省人也是這樣 所以呢 爭取獨立或者是我本來要講的 台灣當今台灣人民 這個 德文叫Faw 英文叫People 這個有它的內容 內容 所以這個地方 你剛剛你在發問的時候 我今天提到一個利益的問題 所以在歷史上 譬如說 很多的社會的鬥爭 穿著不是利益的外野 進行鬥爭的時候 對於想深刻去追討 追究它原因的 研究者之時 你就要去知道 它背後生成的東西是啥 你剛剛說的利益 在歷史上一次再一次的 這個宗教 用宗教的名義 它的後面都用實際的利益 美國在1920世紀末期 不是有一本書叫做 《無名的通俗嗎》 作者是 韓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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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也會去培養出一些 很大木頭的作動作 裡面的洋洋莎莎很多資料 跟我講的 我們再一句話 韓典德的這個文明的衝突 是在為二十一世紀的美國 繼續作為世界的 Hedron文的意識形態的注重 它用說文明的衝突 其實它隱含的就是說 是宗教的衝突 宗教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信仰的東西 它掩蓋了美國在全世界的 這個物質的利益 它為了帝國的 美國的Hedron文的利益 引起了這些其他宗教系統的 一些反抗 而它這本書叫做 《文明的通俗》 所以 什麼叫做維吾主義則 我剛才有一句話 如果現象跟本質 合而為一的話 就把科學的研究都失業了 所以維吾主義者一直在追根究竟 在一種人類的思想 一種行動的背後是什麼 維吾主義者當然可以說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都透過 我的頭腦去思考 所以我的思考 以及人類整個的歷史就是思考 意思就是精神在獨展 唯吾主義者所不覺得滿意的地方 就是 吃什麼東西使得你的頭腦 想這樣行動 它的根源在哪裡 這就是歸根究底的哲學 好嗎 第三個問題應該也是問到 台灣人民到底是一個階級 或者一個signation 這個 我們在談論 不過我這個地方舉個例子說 如果台灣獨立 是一個這一代人 我們發展到現在的社會 歷史的階段 是我們的任務 當然它不是三年五年 已經追求了 佔戶到現在已經50年了 還沒有去持 那有時候我在想 知識問題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舉個例子說 我說有台灣意識的人 已經有百分之多少多少 這就是擺台灣追求獨立的 有利的後退 有利的上場 我要問過去的歷史 過去的選舉 經常講台灣意識 台灣意識超過60 超過70 可是民進黨的得票率 就永遠不是只有 排位在市場 我說台灣意識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不精確的東西 你說我很愛台灣的鄙視 你也可以叫台灣的鄙視 你到上海去的時候 在想台灣 你叫台灣的鄙視 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鄙視 但是如果一個民族一群人 要追求一個這樣像獨立的建立一個新國家的目標的話 外國的運動 外國的運動 不管是先進或者是 比較我們在國外的時候碰到的這些 所謂第三世界的人 他們都會有一個名詞 叫做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 所以台灣意識是一個不精確 或者是不太有意量的意思 但是大家社會上就是這樣子的 第四個 Hegemon 你這個字我不敢 我不想把它翻成霸權 是因為漢文的霸權 這個字就已經包含了 有一種強制力戰 當你用這個來形容美國的霸權 中國想追求霸權的話 就已經包含了軍事的經濟的意識形態 但是 有時候在用這個字的時候 他是跟強制那個概念放在一起 所以說 他說 國家就是 由Hegemon 不曉得 意大利文他原文是什麼 德文翻成漢文的話 就變成 Hegemon 所以這個Hegemon 如果直接翻作霸權的話 我們就說 如果現在一個新興的 我們的一個 我們說功能階級的話 我們在追求文化的霸權的過程中 並不是第一個階段 並不是要統治水平 即使將來真的建立一個 無產階級專政的話 他也不是要往 像現在階級社會一個階級 來統治另外一個新體的這個架構 雖然在過度的階段 國家可能還要必須存在 但是 長遠來說 國家應該消失了 我講得太遠了 所以有一些叫做 無政府主義者 就是不想要消滅的國家這個之氣 但是對於馬克思森的 他的概念裡面 經過剛剛一個同學說 要經過社會主義的階段 現在這段簡單講一下 就是大家大概會有一個 誤解也好 根深蒂固說 共產主義社會就是 各進所能各取所需 大家在想 大家都是貪心的人 各取所需不是 生產出的東西 什麼東西都被清光了嗎 其實社會主義的階段 它叫各進所能按勞分配 在共產主義的階段 是各進所能按需分配 那三分配呢 以後再講 不要現在的人問江南 但是不要想 又是一個像現在的國家提起 而是由社會自己的統治 將來的統治應該不應該 再是這種階級統治的形式 那第五個就是這個問題 剛才還有一個概念 叫做政地戰 它是用另一剛好時間 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個前後 所以它說 在這個剛剛講的那個 Societa civile 我們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應該在這個地方 進行階級的鬥爭 跟支配階級的鬥爭 我們要鞏固我們的政地 不可能像列寧一樣 是直接打擊了沙皇的這個國家的機器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進行耐心的戰爭 所以它一個叫做政地戰 這也是它的理論裡面一個概念 好 有沒有回答各位的問題 OK 不過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我看這樣大家會太累 我們都沒有學起來 這已經很難得了 就是 兩小時45分鐘的時間 大家還可以這樣專注的聽 實際上要很容易 我們給張明哲醫師一個熱烈的掌聲給你們